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这一段我们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中国是怎么样在介入我们的总统大选 我们要先带您来看今天的自由时报 那么在头版的篇幅 它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 中国在台湾置入行销 自由之家市井 自由之家是一个位在美国的一个 我们看到应该算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那么它公布了2012年全球的自由度报告 每年都会有一个例行性的报告 我们台湾当然很棒了 政治自由度是一级最高的一级 公民自由度是两级 然后持续的被列为自由国家 不过这份报告当中要示警 它说去年开始出现在台湾媒体中 放入中国官方的新闻夹业 或者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出钱买报导 那么却不告诉读者资金来源的状况 然后它直接说台湾的总统大选 由北京介入的痕迹 这份报告当中自由之家的报告 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是台湾刚刚举行过的总统大选 反映了台湾高度的集会跟表达自由 不过反对党也抱怨竞争不公 还有北京介入的优惠 报告当中就特别强调 说在总统大选期间 中国官员数次公开发言的时候 警告台湾的选民 如果反对党上台的话 近年改善的两岸关系 将会受到损害 特别是两岸的经济关系 这个是自由之家 那么它应该算是一个全世界 那么你要去平等说一个国家的自由度 他们的一个言论自由 他们的政治自由 到底平等在哪里 这个是全世界都公认 它是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一个报告 今年的报告他就直接这样讲了 说我们的总统大选 有北京介入的痕迹 然后他更特别也讲了 说这回的选举过程当中 中国是警告台湾的选民 你看看你自己要怎么选 用警告这两个字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在选举过程当中的报道 杨毅是怎么讲的 他说没有九二共识 两岸的商谈很难继续 为什么谈这句话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蔡英文主席 那么他提到 对九二共识的认知不同 他认为应该要提出的是 台湾人民大家达成的共识 台湾共识 不过我们就看到了 是不是踩到他的红线 所以国台办的发言人杨毅 他就说没有九二共识 两岸的商谈确实无法继续 也势必会损害到 两岸同胞的利益 不过其实杨毅讲这句话 跟过去在总统 我们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中国的官员 他们要用警告的方式 直接讲很难听的话来警告你 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感觉好像现在大环境不同 他现在不用讲那么重的话 我就轻描淡写的带过说 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受到损害 那你自己想清楚 那我们再来回顾看 在2000年那个时候 这个中国他们的话 直接讲很难听 那个时候的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是朱镕基 那么对于我们的总统大选 他直接警告你 他说这个选举当中 你自己要做明智的抉择 谁要搞台独 谁就没有好下场 那个时候是讲这么难听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当时朱镕基怎么讲的 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 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 我不想干 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 不管谁上台 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 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都不能允许 谁要是搞台湾独立 你就没有好下场 台湾问题的解决 不能永远都拖下去 拖下去 那不动五行吗 中国人民一定会以宣泄和生命 来捍卫 祖国的统一 台湾的选情 玻璃云轨 急转直下 用尽了全谋手段 司马遭之心 路人皆知 不就是有人要让台国势力上台吗 是不是会举行军事演习 请你等着瞧 不要着急 只有两天 我想提醒大家 事实上 是先有两国论 后有白皮书 如果没有两国论的抛出 也许就没有白皮书的发表 好 这个是2000年那个时候讲 你们听得好害怕 好恐怖哦 你就试试看 来 这个 张熊你怎么看 对 我刚才看到说 你怕了没 刚开始有点怕 后来勇敢起来了 真的 这个说是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 其实过程 发现他们都有在进化 有在进步 那我相信这个都有高人指点 可能国民党也跟他们讲说 不要这样像以前 那么直接 那么可怕 反而反效果 你要用不同的方式 不好听的话 交给别人去讲就好 比如说郭董啊 这些人 还有台湾人 以台自台 才是高招啦 所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是 从过去一直都有 大家忘记了 其实1996年就有了哦 1996年不只是用 这个嘴巴讲讲 甚至用飞弹打你 虽然有人讲 雅巴蛋的诸如此类的 但是真的有人 因此移民了 因此有人搬家了 卖房子等等 其实 看得出来影响非常的大 但是 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 现在 从过去的武功 现在变文克 现在通过刚才看到的这个媒体的字路啦 媒体的行销啦 买广告啦 买新闻 等等的方式去做 我们看到其实上个会期 这个立法院要通过一条 是这个政府采购法 他就是要禁止 任何形式的字路式行销 包括政府在内 但是我们发现没有过 为什么要预留一手 表示这个还是有尾巴啦 还是有伏笔 包括政府在内 包括这个中国的势力 他们都要来买 那看得出来现在的状况 其实 有奶便是娘啦 这个虽然商人无祖国 但是媒体不能这样做 媒体不能这样搞 那如何在台湾的法律当中 或是NCC 未来要这个强制的做介入 这是需要有制度性的规范才行 对 那么洪璐那我请教你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是过去两千年 他那时候很直接的告诉你说 那你自己想清楚 你做明确的选择 那会不会这个武力 这个演习 那我们等着瞧 讲得你知道 好害怕 可是呢就像这个小熊讲的 他就讲我们台湾人 就是有尬词 对不对 你这样子威胁我 我就硬起来 我就是偏偏要选给这个 当时的阿扁总统 好那那一招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没有哦 轻描淡写哦 那你这个 以伤致政 这一回真的发挥的淋漓尽致 当然 但是你给他看 他之前那种效果 你台湾法杰有一句讲得很好 你亲民大后来到外面 我还看在乌乱讲 我不是空的 所以你那种态度强硬的 反而得到反效果 所以他之前那种没有用的 所以他这一次也不需要 其实应该讲这一次也不需要 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 两个都讲九二共识 在九二共识之下 我就不用再用这些手段了 刚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自由自家的那个东西 自由自家就有提到说 他们的地方性政府的广告 在我们各大媒体这样子 其实他忽略了一些东西 我们台湾早就有红媒了 早就有红色的媒体了 就已经在台湾了 这一点每天都是讲一些 中国道路的新闻 然后中国道路有多好 台湾就有红媒了 台湾现在慢慢的还会有入资 你看我现在很多在公车上广告 看到的是广告什么 江苏省什么什么 然后浙江省什么什么 在台湾的公车上广告这些干什么 这是中国大陆一步一步有计划的 他用文宣 在慢慢的在对台湾人的洗脑 所以台湾人在经过一段时间洗脑之后 会觉得中国他们讲的 他不用再用武力攻打你 他讲的好像慢慢有感觉有意思 所以其实自由自家他讲的很好 但是他忽略了 其实还有政治跟商业的关系在里面 台湾大家都知道有红媒 对不对 然后入资什么都已经在台湾了 我觉得这是对台湾 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那这一次呢 你说这些我相信啦 郭台银也好 王希望大家 他们当然啦 他们的政治立场怎么样 我们先暂时先不要管 我相信像王 那个王董事长什么 王永庆本来就是 早就要去大陆投资的 是被李登辉介急有人给挡下来的 你就知道他们家的是怎么样 商人无祖国 但是你想想看 這一次這些人 我覺得從一個角度去看 他們也滿悲哀的 如果你不再回去台灣這樣講 我跟你講你的工廠一定要關門 我不用去 其實大家都說查稅什麼 我覺得查稅是一個手段 我海關刁你出口貨 晚兩個月出口 你看你對國外的廠商 你就違約了 你的工廠就倒了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例子是什麼 其實我們台灣的政府 你說馬英九你現在 有這麼多選票讓你連任了 你說要提出對台灣負責任的政策 你還要把台灣鎖到中國裡面嗎 你之前我們有講南京政策 有台灣要成亞太金融中心 你為什麼不從這次的教訓去看 把台灣的所有企業 因為ECFA 因為你的所有什麼都在中國大陸投資 政府為什麼不拿出魄力 把台灣真正經營好 一個適合投資的地方 然後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 還有很多可以投資的地方 你為什麼不代理我們台商 去這些地方投資 去分散風險 不要把所有的基礎放在一個籃子 人家中國大陸也要推翻 也不是說美元獨強 他講是一籃子貨幣 那我們台灣的政府為什麼沒有這種觀念 我覺得從這次的選舉來看的話 你應該台灣的政府應該走這條路 不然四年後 這些台商我看大家有錢賺 更多人去投資之後 這個中國大陸 他以政治跟商業來影響 影響會更多 影響會更多 而且其實我們在剛剛回顧看到朱鎔基當初罵你 你現在再來想現在的中國態度 你會覺得該怕的是現在的吧 我們看到了這一回他雖然沒有講什麼 但是他默默的他可能暗示你一點 你在中國做生意是不是 你要不要貸款 你要貸款 你要快要查稅了 你要不要出貨 海關要不要丟你 他講一點點話你就怕得要命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回 大家會不會擔心 那當越來越多的人跟中國大陸 我們的依存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EGFA他開放萬一 簽更多更多項目的時候 未來是不是真的 民進黨都不用選了 綠瓶都不用了 其實郭敏東跟共產黨兩者是 黨紀跟渡頭的關係 黨紀在那裡中 渡頭就很明白了 所以這個渡頭就是郭敏東 因為怕你 這個黨紀無所謂的說聲 郭敏東只能夠做得夠 你看在這段時間 郭敏東之前以來 我們對著中國的挖口越來越重 而且我們主張EGFA 簽下去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 所有台灣人在中國島主 島主的保障的協定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辦法出現 就是說 反正你就是一個地方政府 反正簽下去之後 東西讓你過來 但是我的東西一樣不會過 過年大陸的東西不會過來 我們台灣所有的青雙 倒不掉 大家一定要走 所以這就是一步一步 來抵台灣的紅軍 讓你台灣沒辦法穿開 沒辦法吃東西 這比以前的朱隆基 那老婆用出水給你撐漢 那算老婆了 現在共產黨本來要出手 國民黨主動要出手 他配合了 所以這次的選舉 從一開始 這個 中國大陸對台灣辦公事 才的人就開始在動員了 將這些大陸都肯肯來 國民黨配合本來要推動 那些不在籍投票 中國就可以回票了 如果要在國內英機翻牌之後 不敢做 說了 大陸的台灣辦公事 他自己主動鼓勵 叫大家要回去回票 如果在一月十四 這段時間 在中國還實現很多 這些努力檢查 和差水的設施 把這些台商 一定要將這些人 拐回來台灣回票 如果這樣 記票又有台 大家知道我們坐去上海 要換兩支 一小時就夠了 你坐去泰國要四小時 結果兩邊的基票比價 甚至去中國還比較貴 所以現在這是特別的利益 但是雙紀夠了 半價就好 所以這就很明顯 很無公平的這些台府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都不能說話 這些錢是什麼人賺錢 為什麼台商不能去追求 另外一般 這些人回來後 我很多朋友從大陸回票 全家庭都要發去 都要發給馬英雄 怎麼說 你如果馬英雄落選 所以你公司這麼沒聰明 沒頭路 這些工人沒頭路 沒辦法幫你保障 所以你當中國的四名的財產 受到很危險 雖然你沒有支持馬英雄 但是 就非電話來討 為了要顧經濟 為了要顧財產 總之要放掉它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 他們常常這樣說 以前國民黨跟我們講 我們現在還跟大家講 這就是以傷 逼贈 以經觸統 就是用經濟來促興統一 用做生意的人 來逼你這裡的政治人物 要拐拐一拐 你看這輩子的基金 不是這樣嗎 你這裡無論是鳳凱 還是其他這些 中營跟小美工進行 這個洪帥洪挑采 精明那些都看得出來 但是大家要了解 這些人 都在國外有很大的商業 人一回兩隻就走了 我們所有的百姓 你是沒有雙重國籍 你如果沒有在條件事 要記票跑去 你只會有什麼地方在台灣 這是我們大間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要聽這些人做生意的人說這些話 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國間的觀念 它有雞灘灘就好 但是我們要生生生生生 要點這麼大 要我們的子孫 在這裡要吃頭肉 要生娃 所以千萬大家應該要輸酷好情緒 其實我們如果沒有資金 我們就像真的一樣 讓別人吃 你沒辦法有自己的生娃 沒辦法有自己的孫秀 所以這個資金 這是影響我們一代最大的原因 對 那據先請你簡短 你來談一談這回的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這回中國 他用這樣一個手段 再過四年 那狀況應該是更嚴重吧 不是 因為中國現在不需要當流氓了 因為1996年我們第一次民選總統 他氣急敗壞 他很害怕 因為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選出自己的總統 這就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所以他1996年他是發射飛彈 然後2000年他還是用火 說我很怕人來控制 那現在為什麼不用了呢 因為有一個主張統一的政黨在執政 有一個終極統一的總統 馬英九那麼傾向他 那當然不需要當壞人 鄧小平當時的名言說 處理台灣問題 等50年100年都沒關係 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只有政治跟軍事的力量 鄧小平也想不到說 中國現在有了經濟的力量 我認為你剛講的那個所謂的自由自家 中國的自助性行銷廣告 我認為馬英九可能會在那個任期 現在有一個很爭議點 他會開放中國的商業廣告 現在中國的商業廣告大概都還是偷偷摸摸的 那你如果一開放以後 我們可以發現 到選舉後期有一些媒體 一些報紙 你看看他的所有的廣告 幾乎都是政府公部門 各部會來買公告 那你說他支持誰 當然支持馬英九 那如果以後中國的很多廣告 我們很多的媒體的廣告主 最大是中國 那你的立場會在哪裡 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另外 中國現在對台灣 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說 他可能會產生一個時間壓力 鄧小平那個時候說 等50年100年沒關係 中國也沒時間壓力 可是現在馬英九連任總統 他就會給我們時間壓力 為什麼 因為就中國來講 這是最好的機會 最好的四年 等不到一個像這麼飯桶的總統 要找這個飯桶無量 沒得出來了 對不對 那因為他們傾向他 對不對 我說民進黨也不反對說 跟中國交往 但是你不能為了你要當選 你把靈魂都賣給他 因為美國國外的研究報告 日本的媒體 他們都提出說 中國會介入台灣的選舉 去幫助馬英九 這不是民進黨對他的批評 國外的媒體一致的看法 連美國國外的研究報告 都這麼講 所以今天 各位可以看到 剛資訊給我們看的 自由之家的評鑑 中國是世界上政治最不自由 它是第七級 台灣自從民主開放解除戒嚴以來 民主排名是不斷進步 唯一退步就是在這幾年 是馬英九執政這幾年 我們的民主排名是退步 各位不要看 馬英九當時是國民黨栽培的新世代 其實馬英九的頭殼 偷看 非常的保守反動 幾乎所有台灣民主進步改革的工程 他全部反對 解除戒嚴他反對 老代表退職他反對 另外那個總統之選他反對 廢除刑法100條他也反對 公民投票他也反對 他全部都反對 所以今天我們最怕的就是 像美國那個美農事件一樣 美國現在要來討銷 中國也要來討銷 而且中國是公開講 危機前面裡面我們就看到了 他就說 我中國對你馬英九那麼好 那你拿什麼來回報我們 那這個現象有沒有發生呢 我大家去看一個現象 在他們選前差不多兩三個月 台灣的幾乎沒有中國團來了 沒有中國旅遊團來了 那時候在很多的觀光飯店 住房地大概兩層三層 我們南部有一些夜市 現在南部那些夜市 不是 現在那個是駛夜市 不是駛駛駛的 都是坐遊覽車來的 是 他每一次都幾十部遊覽車來 都沒看 那你說那現在人怕不怕 怕死了 對啊 萬一民進黨執政可能就是這個情形 所以說中國對台灣的一個 經濟的影響力 現在越來越深了 那台灣如果不去想辦法 維持自己的自主性 那這種經濟的犀利越來越強 那就很危險 對 好來我們這個休息一下 近段廣告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再次回到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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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到節目